花蓮縣首屈一指的花蓮舞蹈劇方 27、28日一年兩天是在慈濟大學的演藝廳 舉辦了2021耀舞回藍慈善一演的活動 由將近百位的大小朋友分別的來登台 在舞台上透過芭蕾舞展現舞蹈藝術的精華 由花蓮舞蹈劇方與花蓮縣藝文教育推廣協會 主辦的2021耀舞回藍慈善一演活動 而728一年兩天在慈濟大學演藝堂登場 参与表演的舞者年齡層從3歲到50歲都有 將近有百位大小朋友分別登台 總計帶來16個精彩舞碼 花蓮市長魏嘉賢也特別到場觀賞 為小朋友加油 也感謝擔任花蓮舞蹈劇方團長一職的 世代會主席蘇美豬 致力於文化藝術的人才培育 那每一年在這個時候 都能夠推動相關的一個慈善的部分 這樣每一個孩子都有參加 我們慈善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 舞蹈劇方也把這些 這些盈餘的部分來捐給相關的一個 我們團體 那也特別捐贈在花蓮市公所 這樣更多的人能夠有這樣子發揮的愛心 來持續延續下去 那我們特別謝謝這麼多的老師 在培養孩子們在舞蹈上面的長才跟興趣 也期盼未來這些孩子們 能夠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今年這個場地是第一次 也非常感謝持續大學 願意提供這麼好的場地 也希望大家能夠給我們的 大朋友 小朋友 大舞者 小舞者 一些鼓勵 也歡迎大家來共同做好事 共襄盛舉 花蓮舞蹈劇方的舞步遍布世界各地 兩年多前跟代表花蓮市 前往韓國為三姊妹市 與當地舞團交流 花蓮舞蹈劇方 除了為在地藝文活動奉獻 也將屬於花蓮的特色 推向國際舞台 是花蓮文化軟實力的代表性藝文團體 記者 許立晴 花蓮市報導